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6月7号 上午的8点44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如何用上帝的眼光 看待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冲突 希望大家喜欢 好,那么现在一开始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 所有的资料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改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均动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那么首先我要感谢一下群友 很多人给我在群里面或者是私聊 祝我生日快乐 我也是祝愿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我们能够一起努力 坚持到开往的日子 我相信也不会太远了 因为我们看到DCEP在各大银行里面 正在测试 而且应该很快就会出来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行白礼者伴久时 发展之路仍需努力 行白礼者伴久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那么全党必须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 我们plus家人也是一样 首先我们很快要开网 但是我们还要走最后一段最艰难的路 那么即使开网以后 也要面临着去一带一路 推广DCEP 也不是轻轻松松的 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好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一讲 英国路透社 它讲的焦点风险聚局 多家投行看跌人民币 那么路透社上海新加坡 6月5号的报道 全球多家银行开始看跌人民币 预计人民币在未来几周内 跌破纪录的最低点 这对最近推高全球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 构成了威胁 那由于中美两国在香港的自治权 新冠疫情的应对 还有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旅行的进展 带来的问题上的分歧力加剧 使人民币出现了几个月来 作为震荡的走势 而且面临的压力 那么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 上周创下历史的新低 尽管有所反弹 但是分析师月花警惕在未来数个月 人民币将出现急跌 那么对股市和其他的亚洲货币产生影响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是越来越压力越大了 那么从另一方面讲 对于我们的DESAP和PLUS也是个好事情 有利益加快它的推出 因为人民币要走出困境 必须要走向国际化 那么必须要用DESAP还有PLUS 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个好事情 说明压力越来越大了 我们的开往就越来越快了 好 另外今天我们主要来讲讲 英国BBC的一个报道 美国种族示威蔓延全球 示威者促政府改革 那么最近因为美国的黑人乔治 弗洛伊德被警员枪杀 那么引起了全美各地的示威游行 那么甚至这个华盛顿市的市长 也把这条街改成了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很值钱 那么就这个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 这个标语 那么也改了这个广场的名字 就叫这个名字 好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给大家主要分析一下 因为大家都很热议这个事情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美国这个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问题 这个不是最近才有的 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怎么样产生的 然后为什么会产生 那么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下 好 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 最早我们要追溯到圣经 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个挪亚方舟 挪亚方舟是圣经里面挪亚制造的一个大船 它是西伯来圣经创世纪中的一个故事 这个是一艘根据上帝的指示而建造的大船 其一元说记载是方形的船只 但是就是说 那么这个船它的目的是为了挪亚和他的家人 以及全世界上的各种路上的生物 能够避免一场上帝因故而造的大洪水 因为地上的人民叛逆 不顺服上帝 所以上帝就发了一场大水灾来淹没地上的百姓 那么最后就留了一个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媳妇 那么这一段记录说的就是说 挪亚方舟花了120年才建成 那么这个事情记者记载在西伯来圣经创世纪 还有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面都有记载 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 我想很多人应该也听说过 那么最重点的是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节 记载了挪亚方舟的故事 但是挪亚方舟等洪水退去以后 耶和华神就指示挪亚和他的妻子 还有儿子 他三个儿子 陕、韩和亚福 还有他的媳妇 从方舟里面出来 然后再分散到整个世界的大地 那么这样来说 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人类都是由挪亚和他的三个孩子 所造成的后代 那么他三个孩子分别是陕、韩和亚福 那么根据史学家的记载 这个陕是东方各民族的祖先 也就是差不多可以算是黄种人 那个韩主要是黑人 这个亚福主要是欧洲和白人 基本上可以大概的这么理解 那个陕有五个儿子 韩有四个儿子 那个亚福有七个儿子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看陕、韩和亚福 陕是居住在东方 韩居住在非洲 亚福居住在欧洲 所以你看 创世纪十章总共有70个邦国 其中亚福有14个国家 韩有30个 陕有26个 基本上可以这样看 然后我们看看这张图 陕主要是黄种人 居住在亚洲 像我们中国人 以色列人都是黄种人 那韩主要是黑人 亚福主要是欧洲人、白种人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划分 这是圣经的记者 陕是西波来人、加热底人、亚树、波斯、叙利亚 韩主要是加南、埃及、菲利士、赫人和亚莫利 亚福主要是希腊人、舍雷斯人和西古提人 这主要是欧洲人 好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洪水 大洪水退去以后 那个挪亚 就从方舟里面出来了 然后他就做农夫来耕田 那么他有一天 做农夫起来 砸了一个葡萄园 那么他喝了葡萄园里的酒便醉了 但是因为喝了酒身体燥热 因为夏天比较热 所以他在帐篷里面就光着身子 那加南的父亲韩 就是罗亚的老二韩 看见他父亲赤身裸体 他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跑到外面 告诉他的两个弟兄 说老大和老三 你看我们的父亲罗亚 就睡着了 但是没穿衣服 光着身子在棚子里睡觉 真是比较好笑 那他的老大和老二 就是散和雅芙呢 就看见了这个事情 就赶紧拿了件衣服 给他们父亲盖上 而且是倒着身子进去 给他的父亲盖上 这样呢 他们就背着脸 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裸体 那么这个事情呢 被记载在创世纪的九章 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那么这个罗亚 他后来酒醒了 知道他的小儿子 跟他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知道了这个 迦南还有韩 他说他做的事情 然后就说 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的弟兄 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 耶和华伞的神 适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伞的奴仆 愿神使雅福扩张 使他住在伞的帐篷里面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这是九章的二十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韩的儿子是古石 迈西福和迦南 那么这个干坏事情的呢 其实是这个迦南 是这个迦南 是老二的四个儿子里面最小的那一个叫迦南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韩 韩呢是罗亚的老二 老大是散 老二是韩 老三是亚福 那么这个老二韩呢 又有四个儿子 分别是古石 他是住在苏丹 那就是纯黑人 那后来呢又有迈西 他主要住在埃及 是埃及人 那么这个福呢是住在西埃及 那这个真正干坏事的是这个迦南 那迦南的后面呢 也是按照神的这个 在这里面说的一样 最后成了仆人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被以色列人所欺压 最后 好 那么这里的问题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神其实诅咒的是迦南 但是呢 现在的欧洲的这种白种人呢 他读圣经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扩大了 也就是说 他把整个韩的孩子 都认为是神所为他们所预备的 所以呢 古石呢 是纯种的黑人 那迦南呢 那其实只是限定于这些人 但是呢 他把他扩张到了整个韩的后代 包括黑人 都是认为是白人的奴仆 因为圣经里面有说到这一点哈 你看 神愿使雅福扩张 这个雅福呢 就是白人哈 那白人呢 确实也扩张 从英国 你看英国呢 他是白人嘛 那么他后来这个英国这个种族 就扩到了这个 到了北美 到了南美 对吧 到了这个北美呢 就建立了美国加拿大 英国的殖民地和法国的殖民地 那南美呢 就是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那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也是白人哈 所以神呢 使雅福也就是白人扩张 在这个地球上 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白人所占据 包括俄罗斯也是白人哈 就是说 在白人呢 这个雅福的后代呢 基本上是统领了整个世界的大主要的地盘哈 那嘉南呢 他是作为雅福作为白人的奴仆哈 那么后来白人呢 就把他把这个圣经呢 把它扩大到了整个 韩的后代四个都是他的奴仆 所以他们呢 就因为他们在扩张的时候需要奴隶 所以呢 他们就跑到非洲去抓了很多黑奴啊 抓了黑奴以后呢 就让他把他们带到南美洲 带到北美洲去种植庄稼哈 是作为那个农奴来处理哈 所以呢 美国呢 就是这样就形成了这个农奴制哈 当然后来呢 平权运动是黑人得到解放 但是这种长期的文化还有圣经的教导 都是黑 都是白人认为他们奴役黑人是应该的 因为这是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美国黑人呢 通常会被导会受到歧视 然后再加上黑人从几百年来一直就不太学习哈 那黑人呢 混得好的呢 就是去NBA打球啊 这种哈 或者是像那个老虎舞姿这么打告 富球运动哈 那大部分的黑人呢 在美国呢 都是从事一些比较低下的运动啊 比如的职业 比如说收银员呢 这个服务业呀 餐馆打工的呀 就是这种哈 所以整个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黑人的地位算是比较低的哈 那白人呢 主要是占据社会的上层哈 比如说银行家呀 华尔街的那些高管呢 都是白人哈 那中国人呢 在美国呢 他是属于中产吧 就是说主要是在公司上班 像劳博士啊 以前就在公司里面当技术总监 对吧 就是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哈 还有印度人也是哈 当然也一部分中国人呢 是开餐馆啊 比如说唐人街啊 中国人很多在美国都是开餐馆的哈 但是也是老板哈 基本上你还OK 对吧 那黑人呢 相对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哈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黑人跟白人的暴动的原因 就是因为黑人觉得自己在整个美国社会呢 受到了歧视 包括他们整个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啊 然后呢 警察呢 就无缘无故的就经常找他们麻烦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警察了 就是说因为黑人确实犯罪率也比较高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对吧 当然他们认为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威 导致了他们的失业啊 还有这个这次的新冠肺炎 也是黑人的死亡率比较低 所以他们就很不满 所以这就是产生了暴动哈 但是他的根源呢 就在这里哈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记载 罗亚他就诅咒了他的这个小儿子 因为他干了一件坏事情哈 所以圣经上的话 我们都知道 特别是基督徒 永远会应验的哈 所以这就是美国真正的白人跟黑人 不平等的起源就在这里了哈 但是后面呢是不断的发展哈 那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答案是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因为这个是长期400多年来的这个这种情况 而且是这种啊 社会分工 就是黑人呢通常是做一些比较低端的职业 所以呢 想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难的哈 几乎是无解哈 所以黑人跟白人的冲突呢 是永远都会从啊存在的哈 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哈 好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金色财经的一个报道哈 那么主要注意的一点是 有600万个比特币存在多重签名的钱包当中哈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600万枚比特币呢 真基本上占了比特币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那使用多重签名的钱包有什么好处呢 说啊 因为这个多重签名的钱啊 钱包呢 是更加的安全 而且是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动的 要同时几个人都同意才能够转账哈 那么通常呢是企业用户哈 那么我们的plus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啊 币呢 在这种多重签名的钱包里头哈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哈 非常有意思啊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早庄的人民检察院哈 他披露了这个iBank智能钱包 那么这个也是类似于plus的一个智能钱包哈 但是它是没有搬装套利的这个造学功能的 那么这个平台呢 发展了大概10万个传销的会员哈 那么最近呢被早庄一个人民检察院给批 给披露了哈 你看他总共有传销的会员有六有65成哈 那咱们plus可能都几百成了 或者1000多成了哈 总共吸收的以太坊有36万个 比特币呢才593个啊 真的是不值一提哈 咱们plus都有100多万个了哈 还有瑞波币有4000多万啊 那么这个呢 就因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24条 以组织传销罪啊 最大最佳责任哈 然后呢 有176条提提出公诉啊 所以呢 你看这种真正的传销呢 是很容易被抓 然后被判的哈 那咱们plus你看到现在 别的钱包 比如说Wall Token 还有这个什么ibank智能钱包都被抓被判了 咱们plus到现在呢 也没有个说法哈 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说明plus是跟政府有合作了哈 要不然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是传销的话 那么到现在呢 肯定也是都会这样被判掉了哈 也不会等到现在哈 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哈 好 另外呢也是有一个2000万枚的USDT 转到火币交易所哈 Wall Alarm哈 这个也是plus的币哈 所以plus呢 每天都在有动作哈 所以不用担心 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们就近代decept推出啊 就可以开网了哈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